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邻居 有情况 可说 有一条重要的排查线索 昨天晚上有人在案发现场附近 发现了二兔子 谁是二兔子 二兔子是一个被我们打击过的人 平时老扬言着要报复警察 他有抢劫和伤害他人的前科 袁军 我去办 走 走 冠哥 嗯 这二兔子怎么喝个没完啊 还不出来 要不咱们进去吧 嗯 别着急 待会儿就出来了 走 走 你上上兔子吧 干嘛呀 跑什么呀 冠哥 跟我过来一下 二兔子 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我啥都没干的 啥都没干你跑什么呀 我就是怕太阳上嫌疑嘛 你怕太阳上什么嫌疑啊 冠哥 你也别绕我了 我听说了 你们新来那个局长被人打晕了 可那真不是我干的呀 说是你干的了吗 可是那天夜里 你怎么会出现在附近的街道上啊 不过你们认得我在那条路上 走吧 跟我回队里吧 我没办法呀 我世上 连矣 饭已经吵醒了吗 没有 随时好 我真让您在休息还没吃饭呢 我就让食堂的师傅 给您做了两个比较清淡的菜 您尝尝 真的不用这么麻烦 黄主 我这锅里有面包 随便对付一个就行了 那怎么能行 您本来就受伤了 又不肯回医院治疗 您再不加点营养 真当自己是铁人哪 现在凤春的治安 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 您刚来局里 我都没时间向您汇报一下 咱们的干部情况 这样 等您好点了以后 您给我点时间 我向您好好地汇报一下 行 那您慢慢吃 我今天会在局里值班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好 那我回去了 谢谢啊 黄主 不谢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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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正要跟林局汇报 好 去吧 坐 怎么样 林局 刚才陈云亮从交通监控中心打了电话 说在你出事的那个时间段里 他从现场南口探头上看到一个人影 很像是二兔子 这样呢 就和现场目击者人的证词吻合了 也就是说那天晚上十二点 二兔子就在案发现场附近 二兔子现在审得怎么样 正审得呢 走 去看看 林局长 你认识我 不认识 可是我能猜出来 我还是通通你老实点啊 别坐 我设理 林局长 我冤枉了 起来 老实点 你放心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更不会让任何罪恶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兔子 你耍呢 没证据能帮你叫这儿来吗 你有啥证据啊 我连天哪儿都没去 我就在家出家叫来的 二兔子 你用我提醒你啊 可那事不是我干着 你想清楚了 林局长 你说我哪能害您的呢 我就这个嘴呀 我 我就是这个嘴 平时就说说大话 吹吹牛 吓唬吓唬别人 我哪有那个胆 我想 我可不能再进去了 案发当晚 你是不是在现场附近 我去看我一个朋友 他们家在那附近住吗 什么朋友 叫什么 你们在一起都干什么了 我去找 没找到我 还没在家 我去找到我 林局 身体要紧 您还得多休息 这儿交给我吧 辛苦了 接着说吧 接着说吧 都是我来的 说吧 真不是我干的 我就到他们家看看 二徒子 这些年你干过什么 我心里可都清楚 光哥 那啥意思啊 我求求你了 不是我干的 你就放了我得了 二十年警察的经验告诉林音 这个二徒子不是袭击自己的凶手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说出自己的直觉 因为他需要等待 警察的凶手 这是受害人的手机 上面一个受害人的指纹 赵明送来了一把锤子 什么锤子 他在现场发现的 上面还有血迹呢 比对了吗 正在进行 您头上的伤口 和撕着头上的伤口 很像是锤子这样的顿气所形成的 初步化验的结果 锤子上的血型 和刺质的血型相吻合 这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的线索 你刚才说那把锤子 是赵明在现场发现的 是 你跟他很熟吗 当然 他是刑警 我是搞技术的 能不熟吗 林局 您是想问我 对他了不了解是吧 怎么说呢 应该算是了解吧 赵明应该是个好心情 怎么了 因为去年的案子 他跟耿风尘的关系 把他给坑惨了 我敢担保 他跟耿风尘不会有任何问题 林局 赵明是个特别在乎的人 你说的在乎指的是什么 赵明是那种把自己的警察职业当生命的人 他怎么会背叛自己的生命呢 我绝对不相信 林局 林局 黄主任 您怎么跑出来了 您应该在宿舍好好休息的 有林局在那儿给您盯着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身体 你看我现在恢复的不是挺好的 好 人女 到底是离音哪 出了这么大的事 咬着牙就给挺起来了 我本以为啊你会在医院里躺个把礼拜 所以呢就想临时占用你办公室一下 现在你回来了 还是腾给你 任局 你太客气了 这本来就是你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在市局 你才是这里的领导官 我跟他们都说了啊 我这个老局长只是来协助你工作 一切听邻居的 谢谢任局 好 对了 在院里呢 他们给我准备了一间临时办公室 尽量多给你腾点时间 还是那句话 注意休息 来 走了 任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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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局 有什么新发现吗 采集倒也没指纹 还比较清晰 马上比对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怎么了 什么 林局 坐 赵明 你送来的锤子上发现了一杯指纹 是耿封尘的 确定吗 确定 那这就复杂了 耿封尘又回来了 那锤子上的血迹鉴定了吗 这上面有两种血迹 一种是死者的 另外一种和邻居的相吻合 叠言结论要等下注才能出来 这不像 什么不像 您头上的伤口 不像是这把锤子造成的 伤口的形成真的很难定论 都有可能 我不是说伤口 是指重量 如果凶手用这把锤子 用力地击打你的头部 林局 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除非凶手手下留情了 赵队 你是在哪儿发现那把锤子 一口污水井里 距离案发现场五百米外 我觉得 像是凶手 有意留下来的吧 之前那个地方 没有搜查过 听说大安队查过 不知道为什么没发现 这么重要的地方居然漏了 还有 我不知你们有没有注意 死者手里那部手机 那手机可不便宜 可咱们看 看那个死者的装束 他像是能够用得起这种手机的人吗 你的意思是 那部手机也不是他的 那至于他是借的 还是别人给的 那就不知道了 赵明分析的一个道理 半小时以后 在刑警队开一个案情分析会 是 林局 我们刚接到任局电话 说马上召开案情分析会 任局来了 应该快到了 好 林局 有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什么情况 说 我们现在排除了二兔子的嫌疑 他并不是袭击你的那个凶手 经过调查 他那天的确是到了案发现场附近 找一个朋友 但那个人是一个丈夫不在家的女人 完全排除了 排除了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工作就得从头开始了 行 一会儿会说 我说 把大伙找来啊 一是拢一拢情况 二是分析一下案情 好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任局 要不要请一下邻居 不用 他现在当务之急啊 是需要休息 恢复身体 任局 用 邻居 坐这儿吧 邻居 我再三跟大伙儿说 目前阶段 林局的身体恢复是最大的事情 所以呢 我让大伙儿来 先捋出个头绪来 再由他们向你做完整的汇报 任局 我的身体没问题 我还是来听一听 这样能了解得更全面一些 像我 都是直捅的脾气 凡事势必恭亲 那好 邻居 你就先跟大家做个指示 没什么指示 大伙儿也都知道 我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既是涉案人 又是被害人 还是春城公安分局的局长 破案人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虽然我受了伤 但是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 没有问题了 已经完全能够履行我的职责 所以明确一点 这个案子我亲自指挥 我相信 有大家的努力 有人局的指导和支持 这个案子 我们一定能取得突破 大家听着啊 从现在开始 邻居呢 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大家今后呢 一定要多向邻居的请示汇报 我把这话搁这儿啊 谁要是不配合邻居的工作 我绝不客气 人局严重 案发到现在 也就四十多个小时 大案队 已经找到了嫌疑人 可又排除了嫌疑人 这种效率值得表扬 刑警队 赵敏副大队长 在去案发现场五百米处的一个污水井里 发现了一把锤子 上面沾染了血迹 大案队到达现场时 难道没有仔细搜查过这些可疑的地方吗 报告邻居 当然搜查过 那为什么还漏掉了这么重要的物证 刑警队 刑警队 林局 案发现场的搜查 是我亲自做的 不要说五百米以外的污水井 就是一千米以外的污水井 我也亲自打开检查过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作为一名刑警 我做了每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赵敏发现锤子的那颗污水井 当时我们打开了 里边什么也没发现 你是说 你没有看到里边有东西 林局 不是没有看见 我的视力很好 那颗污水井里 当时什么也没有 fertig 范葳 说话要注意点 你知道你这么说 意味着什么吗 徐大队 我没有瞎说 当时检查那口污水井的时候 陈元亮也在边上 他可以证明 林郡 我说的都是事实 至于赵副大队 怎么发现的那把锤子 那把锤子又怎么到了证务室里 这个我没法解释 至少现在解释不了 风采 你把检验的结果说一下吧 首先 我们在锤子上检验出两种血型 经过化验 这两种血型分别和死者 以及邻居的血型相符 DNA报告已经送到了审厅 其次 我们在锤子上找到了一枚指纹 在和指纹库比对之后 确认是更奉承的 冯采 这可确定了 确定 那我就要问问赵副大队了 你的这把锤子是从哪儿找到的 今天在这儿 我把话说清楚了 我们大案队 在对案发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的时候 那口井里什么也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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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儿 是吗 当然 那就是有人在你们搜查之后才丢进去的 那这个人会是谁呢 这要问你赵副大队啊 我怎么会知道 不过我们迟早会知道的 这样啊 把锤子的图像印发到城区各个派出所 主要是要调查他的出处 着重一点我要提出的是啊 如果说这个锤子是凶器 又和耿风臣有关系 难道这个潜逃了一年的凶犯又回来了 任局 我建议 由我们大案队查找耿风臣的线索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不让他再从我们手里跑掉 我看首先啊 是要尽快弄清楚死者的深远 第二呢 要尽快查清这把锤子的来历 还有 对案发现场 要继续深入地调查和走访 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任局 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没有 大家就按照邻居的部署 抓紧时间行动吧 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散了 关闻 他真的回来了 是的 可是这个耿凤尘 他为什么要袭击林英啊 他恨警察啊 他最恨的就是咱们俩 这样 我让市局星等队全力配合你们 在全市抓他 绝不能让他再形成危害 任局 我觉得这个案子 应该让赵明回避一下 任局 任局 有事吗 任局 锤子的事你都知道了 关伟和我是有些矛盾 您不会怀疑我把那个锤子 故意丢到屋水井里 陷害关伟吧 我现在暂时不能做出任何判断 现在是非常时机 我需要有能力的人破案 我先走了 邻居 黄准 我先走了 我从医院把注射器都拿回来了 我知道您不会再去医院的 医生可说了 让您卧床休息 坚持治疗 黄准 我没事的 您听我的吧 咱们去你办公室书宴 我给您调得慢一些 这个药啊 滴得太快 血管容易疼 没养的黄准 还会打针 我在部队 学的就是护士 我们市长打针都是找我的 那我享受的是实际待遇 那怎么能行 邻居的待遇一定要高过市长 您看您现在多操心啊 这不照顾好您怎么能行呢 不能这么说 邻居 您受了这么重的伤 这身边也没照顾您的 要不要通知一下您爱人啊 不用 这件事不要让他知道了 好 好 对了 邻居 我听说耿凤臣可能前回到我们凤春了 发现了他一枚指纹 这个人穷凶极恶 报复心理可重啊 他要是真回来了 就不能让他再逃了 对 邻居 关于赵明 您还是不能太相信他的话 为什么呢 这个人挺有野心的 曾经也是刑警大队大队长任选 可是后来 他跟耿凤臣走得太近了 这赵明跟耿凤臣之间到底什么关系 我听说是好朋友 当年赵明的父亲生病住院 耿凤臣给他找了一个专家 手术做得很成功 他们也就成了好朋友了 耿氏兄弟有很多生意 据说赵明都是跟下面派出所的人打好招呼 说帮忙照应着 您说这能力再强 政治方面不过硬 这也不敢用啊 二头子 你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了 谢谢光哥赵明 我一定以实际行动感谢您 等我出去以后 我就是您的耳朵 眼睛 鼻子 我就心里怎么醒了 我都随着您转 老实点 哪那么多话呀 好好看看这个 这是凶器 见过吗 见过 见过 在哪儿见过 谁有 耿真 我在趟上见过 叫什么 耿真 耿真 哪个耿真 是给耿凤尘开车那耿真吗 对对对 别亮 赶紧把这情况报告徐大队 是 光哥 你 你看我这没事的 你放我走呗 二徒子 必须随叫随到啊 必须的 必须的 报告 徐队 关队 刚接到电话 耿真那边有消息了 他已经悄悄溜回家了 知道了 出发 你 干什么的呀你是 我们找耿真 他不在 我们是公安局的 铁亮 你回来 你是耿真什么人啊 我是她女朋友 走 走 关队 确实不在 耿凤尘回来了 你告诉耿真 我们要问他一些情况 让他到公安局来找我们 知道了 走 你看 举 骞 我今天找你来 有点儿别的事 olfwm 之前我交过一份 可是局单位一致没有研究 现在你来了 我就再交一份 希望局单位抓紧时间 撞 vê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求免去刑警大队副队长的职务 调离刑警队 为什么 辞职报告上都写着呢 张美 你要求调离刑警队 一定有你的理由 可现在案子在这摆着 刑警队正是用人的时候 那也不差我一个呀 有徐大队长 关队长他们在 多我一个 少我一个有什么关系 一个大男人说话怎么印象关系的 但我说的都是实情 我在刑警队是个多余的人 我能在春城分局待到今天 没被清除出去 已经很不错了 我还是希望局党委能够抓紧研究 我在刑警队真的不想待下去了 等我在局里的情况有了彻底的了解 我会进行人事调整 到那时候如果你不称职 你想留在刑警队都不行 那我就等着人事调整 但是现在 你必须对我说出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干吗问我呀 咱们局里有那么多破案的能手 你问一个挂名的副队长对案子的看法 这合适吗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 我问你意见是应该的 你现在还是春城分局 刑警大队的副队长 你可能还不了解我 也不了解我的工作方法 我对不称职的干部的办法 只有两个字 撤职 该说的我都说了 没什么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动动脑筋 想出更多的办法来 真的没什么了 我说过 这破案的思路固然重要 可关键在于落实 你具体办案子的人不称职 你再好的思路也是白搭 说具体点 还要怎么具体呀 你让他去查案子 他去还是没去 你知道吗 他即便是去了 他查得认真 还是不认真 您又知道吗 林军 我提醒您 您虽然是一把手 可我觉得您不能光坐在办公室里 发号施令 很多事情 必须得你亲自去抓 当然了 你可能是因为刚到这儿来 对这儿还不熟悉 谢谢你的提醒 可我只有一个人 就算我有三头六臂 也不可能势必攻心 所以我就要求所有的人 跟我一起干好工作 我也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地 投入到破案中去 凡是你认为重要的环节 亲自去调查 需要什么人手 你可以向我提出来 先看看吧 你喝水 你喝水 任君 耿真不在家 我已经派人在这儿蹲手了 这耿真 和耿凤尘会不会有联系 不管有没有 都要赶紧找到他 这是我们抓住耿凤尘的突破口 我要求各单位在调查走访时 注意耿真的行踪 不 重点就是耿凤尘 邻居啊 对 对 好 谢谢你的提醒 我马上布置 邻居说把中小旅馆 作为调查走访的重点 这一条很重要 官尾 你们大安队要参与统一行动 重点是中小旅馆 所有调查我们必须走在前面 尽快地发现线索 是 好 好 好 进来 王主任 林局 我给您送来了 咱们局近半年的情况报告 您看看 这谁啊 这谁啊 在这个时候给您地词报告 什么意思嘛 是不是 赵明 王主任 你为什么说是赵明呢 有一种人喜欢以退为急 您不觉得吗 郑老板 这个人您见过吗 这 没见过 太吓人了 你真没见过 真没见过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见过 没告诉我们了 将来出什么问题你可负责任 是 那是 我真没见过吗 你得看看这个人 这 这也没见过 我跟你说啊 他叫耿凤辰 是我们现在正在找的一个人 四十多岁 一米七五左右 如果他来你们这儿住宿 你要通知我们 那当然 他只要来我这儿 我一定会报 好嘞 走吧 官队慢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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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